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些人因为结婚的对象而感到后悔 他们以为原先所放弃的对象是比较好的选择 有的人甚至会后悔结婚 他们以为选择单身会是更好的生活方式 有的人很后悔生了孩子 他们甚至认为只要领养一只宠物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 泰格尔曾经说过 如果错过了太阳的时候 你流了眼泪 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不该错过的事情 撞了南墙也不应该回头 因为错过了就要一辈子后悔 而不应该做的事情 无论有多大的诱惑 有多少的威胁 也不应该去做 因为做了就会后悔 但是我们总是无法从我们的经验当中 学习到教训 因此许多人 总是在后悔当中度过了一生 这就是人 因为凡是人都后悔过 没有不后悔的人 没有不做后悔事情的人 但是后悔 无非是我们为了过去所做的事情 或是过去所没有做的事情 而感到懊悔 但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 那就是 神会后悔吗 也许你会说 神怎么会后悔呢 但是创世纪第六章 第六到第七节记载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 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 并昆虫 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 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这段经文明明的说了 在大洪水以前 神看到他所创造的人 罪恶很大 遍地已经满了罪恶 每一个人 终日思想的也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这好像是说 当初神造人的时候 没有想到人堕落的这么快 没有想到人后来变得这么的败坏 如果早知道是这个样子的话 神当初就不造人了 所以这段经文就说 神造人后悔了 圣经一边说 神会后悔 同时一边又说 神绝对不会后悔 例如 在撒母尔记上第15章第29节说 以色列的大能者 必不自说谎 也不自后悔 因为他 迥非世人 绝不后悔 而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又说 神非人 必不自说谎 也非人子 必不自后悔 他说话 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 岂不要成就呢 为什么圣经会有这样 截然相反的说法 到底 神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也会后悔呢 本集诚心诚意 难解经文系列节目 我们就来谈谈 圣经当中难解的问题 神会后悔吗 我们可以认同 人后悔 是因为人在时空的限制当中 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所以当人看到结果不好的时候 就会后悔当初的选择 但是神是超越时空的 在神看来 所有将要发生的一切 就好像在眼前一般清晰明了 圣经告诉我们 神有预知的能力 以色亚书第46章第10节说 我从起初子民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 圣经一边说神会后悔 同时一边又说神绝对不会后悔 有些人就质疑 圣经这样的论述 是不是因为神的后悔 跟人的后悔不一样呢 所以才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说法呢 没有错 我们通常所说的后悔 是在看到结果以后 才会发生的 而人因为不可能预测未来 所以导致了人的后悔 但是这种状况在神那边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神能够预知一切 所以他不会有人那种 看到结果以后的后悔 我们把有关神的后悔的经文 列出来仔细的读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神的后悔 就是指着神因为人的变化 他的旨意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这个意思 例如在诗篇第90篇第13节说 耶和华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意思 因为这里说了 转回也就是后悔 我们通常所说的后悔 大家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行动 所以哪有还要求人家后悔的道理 可见得这里所说的求神后悔 其实就是求神因着我们悔改了 而改变了审判我们的旨意 还有在耶利米苏第18章第10节提到了 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听从我的话 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这节经文也说了 以色列人到底是得到福气 还是得到灾祸 就要看他们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 还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神的旨意是要祝福他们 但是他们如果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神就会对这个降伏的旨意后悔 这里所说的后悔 也就是改变最初的旨意 转而降祸给了以色列人 至于神的本性 在明述记第23章第19节 说的再清晰不过了 明述记这段经文说 神非人必不自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自后悔 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这段经文铁定的说 神是不变的 但是这里说神是不变的 被认为跟其他的经文的教导 是互相矛盾的 比如说在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于他们了 同样的 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十四节说 于是耶和华后悔 不把所说的祸 降于他的百姓 前面经文讲 神是不变的 似乎跟我们这里所提到的 神改变的经文 互相矛盾 怎么会这样呢 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六章 第六节的经文当中 耶和华就后悔 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这节经文甚至继续说到 他的心 充满痛苦 这节经文表示了 神对造人感到忧伤 但是神显然没有改变他的决定 因为神通过了保守诺亚一家人 允许人类继续的生存下来 这是我们今天仍然活在世上的这个事实 也证明了神对创造人类 并没有改变他对人的心意 同时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 是因为人的罪孽 引起了神的伤感 而不是人类的存在 引起神的伤感 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的经文当中 后悔这个字 原文是Nakhan 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 是有叹息 遗憾 怜悯 安慰 忏悔的意思 神为什么会后悔 Nakhan呢 人后悔 是因为人在时空当中受到了限制 所以人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所以当人看到结果不好的时候 人就会后悔当初所做的选择 但是神后悔 Jahovah Nakhhan 却跟人后悔不一样 著名的圣经学者 华德凯撒曾经对神后悔 Jahovah Nakhhan 这个词有他特别精辟的论述 华德凯撒曾经说 有关神本性 与不变的公义的描述 在他神性的位格 或所施行的作为 都不容有任何变更的余地 他的公义要求他 要维持准则 不能够变异 然而 如果所要施行审判的人 有所改变的话 而促使降灾的原因 不复存在的时候 那么 这个时候并不否定 神有可能 甚至有道德上的必要 来调整神的宣告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神如果不予调整的话 就会跟他的公义的本性 互相违背 罗马书第三章 第二十三节教导我们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又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因此 尼尼为人 当初应该受到惩罚 如果尼尼为人 继续活在罪里面 而神又不惩罚他们的话 这跟神的性格不符合 然后我们来看 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 神充满怜悯 就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与他们 尼尼为人 后来转变成为了顺服 所以神 没有像当初 决定去惩罚他们 因为神是善良公义的神 神选择了不惩罚尼尼为人 是因为他们的心转变了 这段经文指出了 神不改变的事实 因为如果神不保护 尼尼为人的话 那就违背了神的性格 所以这么说来 圣经当中描述神后悔的经文 似乎就是人类仕途来解释神的行为了 是的 神本来打算做这件事情 却后来做了那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 听起来就好像是神改变了 但是对无所不知 以及至高无上的神来说 他并没有改变 神知道他要做的 神也知道要怎么样来让人类做神想要他们做的事情 神以毁灭来威胁尼尼为人 他知道这样做会让他们悔改 神对他的决定并没有后悔 神没有改变心意 而是对我们对神的回应的一种行为 而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一段经文记载了神后悔 高扫罗做王 这是在撒末尔记上第十五章第十到第十一节 这段经文是先知撒末尔描述了一段故事 撒末尔是以色列民最后一位士师 撒末尔结束了以色列的士师的时代 开辟了王国的时代 撒末尔先后高立了以色列的两位君王 也就是扫罗跟大卫 当以色列人要求撒末尔要给他们立王的时候 神指示撒末尔要高扫罗来做王 就是这样 在神的指示之下 众民拥戴之下 撒末尔为以色列立了一个王 也就是扫罗 扫罗也就成为一个平民 被神抬举成为治理神选民的这个君王 神对于这位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是寄予厚望的 扫罗做王以后 却一改以前谦卑的态度 无视于神的命令 擅自来办事 撒末尔记上第十三章第八到第九节 扫罗照着撒末尔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 撒末尔还没有来到吉甲 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 扫罗说把凡祭跟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 扫罗就献上凡祭 然而献祭是表示对神的敬拜 这是祭司才能够做的事情 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 但是扫罗在情况紧急的时候 他竟然擅自越拳来献祭 撒末尔记上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三节 撒末尔对扫罗说 耶和华差遣我告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 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带他们 怎样抵挡他们 我都没忘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怜惜他们 将男女吃奶的 并牛羊骆驼和驴 进行杀死 但是扫罗和百姓 却连席雅甲 也爱惜上好的牛羊 牛犊羊羔 并一切美物 不肯灭绝 凡下贱瘦弱的 竟都杀了 扫罗再次的违背了神的命令 撒末尔记上第十八章第六到第九节 又记载了 大卫打死那非利士人 同众人回来的时候 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 欢欢喜喜 打鼓急庆 唱歌跳舞 迎接扫罗王 众妇女 舞蹈抗和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甚发怒 不喜悦这话 就说 将万万归大卫 千千归我 只剩要王位没有给他 从这日开始 扫罗就怒视大卫 从此 扫罗开始了长达十几年追杀大卫的生涯 扫罗的罪越犯越大 接下来 撒末尔记上第十五章第十到第十一节记载 耶和华的话临到扫罗尔说 我立扫罗为王 我后悔了 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 扫末尔直到死的日子 再没有见扫罗 但扫末尔为扫罗悲伤 是因为耶和华后悔 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很可惜的 以色列的第一位王 在众民的拥戴之中 光荣的登上了王位 却因为违背神的命令 被神废去了 神差遣 撒末尔去告大卫做王 大卫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 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 而扫罗 最后 则是暂时在僵场之上 这段撒末尔记上的经文 记述了扫罗因为背逆神的罪 没有按照神的吩咐 来灭绝亚马利人 以及当灭之物 所以撒末尔向他宣告 神厌弃他做以色列的王 第二十三节将整个事件 总化如下 悖逆的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王梗的罪 与拜虚神 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撒末尔接着 在第二十九节 描述神不至于后悔的这个本性 表明了神是不变的 撒末尔对扫罗说 以色列的大能者 必不至说谎 也不至后悔 因为他迥非是人 绝不后悔 这是记载在撒末尔记上 第十五章第二十九节 神是不后悔的神 说明神这不变 跟他信实的本性 因为神 是自有拥有的神 他不会改变 也不会后悔 这些圣经里面说 论述神不改变的本性 是绝对不可能有丝毫的妥协的 但是神不改变的本性 并不等于说 神是一位毫无感情的神 我们前面讲到 有的人很后悔生了孩子 因为孩子长大以后 有时候要违逆父母 当孩子违逆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说这一类的气话 早知如此 就不让你出生了 而后悔生你在这个世界上 这种气话表明了 父母对孩子的行为 十分的厌恶 而且到了极其难过的地步 所以神选招扫罗 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王 但是扫罗却倒行逆施 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行事 扫罗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神厌弃他 从开始选招扫罗做王 到后来神厌弃扫罗做王 其实是表示 神对扫罗的悖逆 感到难过以及忧伤 让我们再回到 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的经文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由于和和本圣经 这个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造成了许多人在解经上面的困扰 为了减少对这段经文可能的误解 后悔这个字 在新国际版本圣经 也就是NIV 将它翻译作为难过 意思是说 神看见人在世上罪恶很大 就难过 心中忧伤 而最新出版的和和本的修订本 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也更正成为了 耶和华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遗憾 心中忧伤 原本的后悔已经修改成为了遗憾 什么是后悔 无非是人为了过去所做的事情 或者是为了过去所没有做的事情 而感到懊悔 世界上没有不后悔的人 也没有不做后悔事情的人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人常常在犯错 以及后悔当中度过 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 如果要计算的话 我们一生都犯了很多的错误 于是许多人 就在不断的懊悔当中 度过的他的一生 但是后悔 也不见得就是消极的 怎么说呢 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七节说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这篇诗篇的作者大卫 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的罪 大卫甚至借刀杀人 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 大卫很清楚 神不是要人做错事情以后 献上一个赎罪祭 然后就解决了罪的问题 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灵 但是大部分的人 其实很难有这样的觉悟 大卫到神的面前 会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大卫真的知道自己的过犯 我的罪常常在我的面前 能够体会到自己的罪 自己的过犯 常常在自己的面前 这是心里里面很深刻的体会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犯了错误只是一个小小的毛病 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大卫体会了 我知道我的过犯 他知道因为他看见了这个过犯的背后 是因为他得罪了神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犯罪不单只是要好悔 不单只是要觉得自己破坏了某些标准 某些的道德的标准 犯罪是有得罪的对象的 这个得罪的对象就是神 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 你不会觉得这个是罪 所以当人面对神的时候 也就是面对神的标准 当你真的面对这个标准的时候 你才会看见什么是大卫所说的 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们都要面对神 因为神既然定下了标准 他就会有审判 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说他是清白没有罪的 所以大卫能够求神说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因为大卫已经有了忧伤痛悔的心 神也已经悦纳了 求神怜悯 帮助我们有同样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 让神来宽恕我们 将原本要取消给我们的福分 让神来后悔 或者我们应该说 让神来改变他的心意 再次的赐福给我们 最后我们再来读大卫的这篇 十篇第五十一篇 作为本集节目的结束 神啊 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 洗除静静 并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的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亲政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七扫洁净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 我就比血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眼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只叫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欢祭物 若喜爱我就献上 烦祭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求你随你的美意 善待喜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 和烦祭并全身的烦祭 那时人必将公牛陷在你的坛上 以上就是本集诚心诚意 为你所介绍的南解经文系列节目之 神会后悔吗 我们下次见